西红柿这样做,大人小孩都爱吃 首先准备两个西红柿 打上十只花刀 然后放入碗中 把西红柿用开水烫一下 这样容易去皮 烫好之后 把西红柿去掉外皮 然后给它剁成小碎丁 装入大碗中 倒入鸡蛋液 放入胡萝卜丁 火腿肠丁 葱花 加盐五香粉调味 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搅拌成浓稠一点的面糊 电饼冲刷油 倒入面糊 再用铲子给它摊平 上面撒上一层黑芝麻增香 表面再淋上少许的食用油 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 烙至两面熟透 就可以出锅了 看看想不想吃 西红柿做的早餐蔬菜饼就做好了 这样搭配营养 做法很简单 拿汤当早餐 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 学会这个饼 老公上班 孩子上学 再也不用担心迟到了 学会的家人们 赶快动手试做一下吧 最后别忘了双击关注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